原来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心甘情愿地为她付出的呀 多年前 有言曾经遇到恋爱节目 当黄灿胜出场时 她的眼睛一下就亮了 这里 灿胜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我就觉得 哇 一眼就会看进去 就是从眼前一直看进去 于是接下来 选择优惠对象的环节 有言更是完全不掩饰 自己对她的喜欢 你觉得你想跟谁 有单独的十分钟的约会时间 很宝贵 今天晚上做的那个决定 那个决定 因为我礼物也是送给她啊 就这样 他们成为了节目里的 一对异国情侣 由于行程安排 黄灿胜很快就回到了韩国工作 这时 有言也接到了节目组 让她前往韩国的通知 虽然要求是只能独自前往 但她也毫不犹豫地 就答应了下来 下一次约会去韩国 怎么样 真的 是不是今天走 但是我马上可以啊 我给我通线打个电话就是 那到时候给你一个地址 你要跟着这个地址 然后去寻找餐生 你们就给我地址 我自己去啊 对啊 没有 为了你 我愿意独自一人来到异国他乡 姐姐啊 你这也太爱了吧 就这样 柳妍在这个没收的城市 靠着问路走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见到了欲丝欲想的男友 不仅如此 贴心的柳妍还为参设和她的队友们 带来了大包小包的礼物 但礼物的重量 去拿着她有些腰酸背疼 太重了 整个尖都有点坏掉了 差不多是扛的这个 走了一个多小时过来的 天哪 这么真诚的付出是谁又狠狠地磕到呢 可这还不算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 蔡胜第一次来到柳妍家里做酷食 大哥是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热情款待 也就是在这个吃饭的时间 蔡胜向他抱怨起了家里没有两人的合照 听到这个 有言立刻就在第二天安排了一场水下摄影 看一下 即使自己并不会游泳 对谁也有着一定的恐惧 就言也依旧愿意为了给她这个特别的惊喜 坚持完成拍摄任务 我不会游泳 我只会狗袍式 就是憋气十米范围内OK 但是我的脚还一定得到底 否则我一定会被淹死 来吧来吧 好 这样就是说 尽管那些害怕 也还是要完成你的心愿 难道这还不叫爱吗 当拍摄结束后 留言还将她带到了自己的公司 介绍给了制片人朋友 为的就是蔡胜 在中国都有更好的发展 甚至还在凡毛的档期里 勇气地练起了她的舞蹈 给她献上了惊喜表演 二流言选自在这个时间 跳这个舞的原因也很简单 本来是想把这首舞蹈 放在我们告别的那一天跳 但是我觉得太惨了 淘寂之间的惨声 不想让她有 比较孤单的感觉 所以花会很多 我那一刻跳完舞 我真实的我 留言就是不想讲话 救命啊 这眼含热烈的样子 留言你是真的动了心的吧